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二號 本部影片是來講今年的光鼠的鶴玉怎麼選 那光屬性在這五屬性算是比較熱門的屬性 那有一部分是因為開堂手傑克跟索羅門真的太強了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來看 首先第一位是開堂手傑克 那今年6月中出的幾首限定是插隊的 管理者型態是相當的優秀 重力超少累者夜樓,反減速幣三反 同時有重力護招殺手跟友情技乘2 本身三圍非常的誇張 120等就有45000的攻擊力 配上果實是非常容易達到5萬攻擊力 5萬攻擊力其實也是等於全屬殺手的概念 那友情技當初能力出來還感受不出來 但實際用過真的是想像以上 乘2的超強悠遊彈跟超強分身彈 能吃到重力殺手跟砲擊星有情火力高 那傑克的SS是撞到隊友後必定會在隊友間來回總動 同時自強化倍率很高,是2-4倍 在隊友間會5次來回走動 這時候的傑克就是一隻快10萬攻擊力 甚至是20萬攻擊力的角色 不停在地圖走動,相當的暴力啊 那在隊友來回走動的時候 如果你是帶複數傑克的話 開SS的傑克,可以把其他的傑克往外推 這時候就能把超強悠遊彈的效果放大 因為是來回走動 也可以穩定觸發友情技乘2跟SS回合衝動L 所以複數傑克的SS回傳率很高 就是帶劍隊的話這個效益很好喔 這裡來說,管理者傑克目前無明確的專長 但是憑藉這個機體太霸道 然後還是可以硬去上很多關卡 像天魔4跟天魔9傑克其實也能上 是非常推薦拿複數的角色 那另外一邊的型態叫修剪者 這邊也有SS回合衝動L 另外是超反傷、超反傳跟翻版款 這個型態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打暗旋律暴絕 可以跟蝸咒搭配,刷起來很舒服 期待未來修剪者可以拿到其他場 下一位角色是索羅門 是經典帕克獸神話的角色 那獸神後直接回歸了一線 而且還是最頂的那種 魔術王索羅門 直接把安肥爾虐到變成大家都能拿到的運角 自身超反重、超少雷、超反風配上幻妖殺手炎 還有活力殺手炎 相當的恐怖 其中兩個縮SS相關的技能 就是為了讓魔術王能開出30加10的核彈SS 自強化2倍、3倍 爆炸2機是30倍 這個30倍爆炸是光屬性還能吃到 活力殺手炎跟幻妖殺手炎 可以輕鬆把安肥爾的血量融化掉 相當的恐怖喔 友情部分是超強、長狠斬刃 跟三方向追擊貫通彈 都能吃到幻妖殺手炎跟超平衡 就算是去安肥爾以外的關卡 友情傷害也很優秀喔 那這裡來說魔術王的水準很高 新玩家拿到索羅門可以拿去疊安肥爾 那安肥爾目前還是前段班的暈角之一 下一個型態是新飛者 泛用無反衝刺炎 泛用無反反傷、超少雷者電、超反風、魔法陣、粉板塊 索羅門也是目前的友情除角之一 靠著急速炸彈投擲直接狠狠的炸爆不少關卡 然後超強貫通、弱點、鎖定充絕部 碰到弱點也可以能穩定的射出傷害 那現在剛好蘇庫重置 索羅門也很適合拿來打各大關卡 如果是新玩家看到索羅門直接拿 那索羅門也是很適合復數的角色 目前光屬這兩位角色 開檔手捷克跟索羅門都是值得復數的角色 好 接下來來到光屬其他限定的部分 首先第一位是光月團、龐克煉獄 是一個今年評價上升很多的角色 一部分是卡佩尼奧 另外一部分是機體 默默真的接了不少球 反中、少雷、反反反快加三個殺手 還有友情部分是加油加速和爆炸 另外很多場合都能看到男團的出現 一部分是有尼奧啦 另外一部分是可以打天魔石 目前天魔石男團的表現非常的好 主要是天罩、依西斯、絲婆的部分都有很棒的效果 所以要打天魔石卻的話看到可以拿 那其他場像最近的暗超舊風 光月團能帶上去打喔 表現很好 下一位是泰典泰光氏 被動跟集體都蠻有料的 目前天魔9的貫通是潤 同時有三殺手、弱點殺、重力護照殺手、毒殺手 那這些殺手都在巨人前 所以吃到的話友情也是很恐怖的 目前光刀就是機體很強 因為反重超少的 有反應轉兵 然後三殺手加超平衡是真的蠻猛的 那他們比較先的場是天魔9 不過那關比較偏向反射的場 那光刀也是能打 不過會比起反射會稍微吃力一些喔 S部分是自強化加弱點效果 刷在弱點上傷害很高 就是一部分可以用這個SA對荷魯斯造成大傷害 其他場來說光刀機體是真的蠻猛的 就可以打三代暗轟還有絲婆 接下來的角色是雅伯 他是今年四月受神話的角色 那超反重 反版魔法陣 暗屬性殺手跟異常狀況恢復 那雅伯目前機體比較試身是未開大D35 還有經濟25B 然後二代暗轟 雅伯最近來說 如果你玩家未開進度還沒到35的話 能去的場相對來說比較舊 不過SS倍率8加8自強化兩倍三倍真的蠻高的 那還沒疊二代暗轟的人看到其實也可以拿 下一位角色是聖德芬 是30億的試鎮之一有30A 如果要刷阿賴的話 目前來說如果抽不出其名安朵尼耀還是能用聖德芬刷經濟30 一樣能刷只是會稍微慢一點 那其他場部分呢 禁忌20A 未開大D25 聖德芬也能去做對應 吃超SS 回合縮減的跨迴回自強化也還蠻不錯 因為他給的倍率蠻高的喔 下一位角色是歐娘庫朋 目前天空神是可以配尼耀 安朵刷30域喔 加速跟友真能讓他們友情更痛 主要就是加速工具人 那天空神的SS偶爾可以靠SS的敵人東來進行HS去異拳喔 就是一個異傷的動作 救世神 目前就是暴打三代安紅麥奇跟未開20可以去做使用 那最近救世神是比較少看到了 下一位角色是變柴天 那個變你好厲害 第一個是女神型態喔 反反快 反魔法陣 能吃到暗殺手跟反擊殺手加上吸取 之後還是有一定水準 SS部分是無視四反的8加8自強化 不過女神型態變柴天 目前沒辦法對應反檢跟反一轉 所以在這個反檢比較多的時代 沒有像剛出的時候那麼吃香 極樂偶像的部分是反重超反傳 一樣是加速工具人 有時候場隊到偶像變成財店 偶爾也是能拿出來去輔助其他人喔 下一位角色是莉拉 超反傷 反魔 超反傳 反板塊 還有初級殺手 翻用四反 以前的超舊級殺手 上次出場比較有印象的就是無產 那8加8的1.5倍次強化 那二級的是3倍次強化 打一些合作關卡 屬性倍率比較低的關卡 莉拉也是有機會繼續上來 好 以上就是光屬性的其他限定角色的部分 那龐克的煉獄跟光刀 個人是蠻推薦的限定 接下來是普角的部分 唐吉柯德還有安倍晴明能上天魔4 唐吉柯德有反板塊會稍微比晴明靈活一些 那這兩位都是能打 然後唐吉有機會解掉天魔4的毒 那安倍晴明的部分呢 離開天魔4 目前用途就是用在周回 競技30阿賴耶 個人覺得蠻好用的 如果配上安朵尼要打起來是真的快 下一位角色是Mu 目前是天魔9試陣 不管是富蘭克林Alpha或是光刀 至少都要帶一隻Mu來上毒 是蠻重要的上毒角色 對於天魔9來說 本身只有沒有便機的話 傷害也可以 主要是目前天魔9能打的是真的太少了 下一位是亞瑟 瘦神化改 撇開這個很有問題的戰裝S 那四超機體一部角來說真的蠻有誠意的 但是亞瑟目前拿的這四反 超反傷 超反傳 超少雷 超反重 目前比較新的反檢跟反應轉都沒搭到 所以他能確的場真的是大部分都是比較舊的場 然後友情部分就有正常水準 那麼亞瑟呢 其實算是給初心者拿的角色 因為他真的出了蠻久 所以持有率算蠻高的 所以拿之前記得跟你的隊友討論一下 下一位角色是朱莉葉 是泛用四反 反重 超反傷 超反風跟飛行 有落點殺手跟幻獸殺手 還有SS回合縮減 也是走一個泛用路線的普角 那機體跟友情都還OK SS部分是自強化加開落點 是可以輔助其他人去輸出 下一位角色是琥珀 他最近受神的角色 受神化 超反重 超小雷澤L 反板塊 鳥獸風M跟潛力M 機體不錯 可以打未開大力三屬 跟比較舊的二代紅 那影部角來說 這機體真的相當好哦 最後一位角色是伊索德 獸神華 是最近獸神華 有獸也好陣子啊 那最近伊索德要準備金屬庫 那伊索德算是伊索德專武 那配置只要120等就可以利用友情 來把這個麻煩的小怪殺掉 如果是伊索德還沒疊完的人呢 那伊索德也是可以拿 就除非你另外八隻可能沒那麼好的話 就可以對你的伊索德攻略是蠻有幫助的 好 那麼以上就是光屬性的賀玉怎麼選 個人覺得索羅門跟傑克正式有把光屬性拉起來哦 好 那麼以上就是光屬性的部分 那麼這部影片希望能幫到各位哦 那感謝觀眾看 祝各位賀玉歐洲 我是二號 謝謝大家 掰掰